新年快乐!罗塞罗赛西克雷! 2021年的藏历新年与农历新年再度偶遇 2月12日大年初一 位于东湖支畔的武汉西藏中学内张灯结彩 学生互相串门拜年 祝福生此起彼伏 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在强巴格桑的寝室 两张长条型书桌拼在一起 上面铺满奶渣、卡赛、酥油、牛肉干、酸奶、坚果、 山楂、巧克力等美食 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与室友们互进切码 这叫亲妈 然后主要的话就是用脏步做的 然后我们就是早上一大早起来 然后过新年的时候拿着它 然后用来祈福 然后就这样撒一下 然后把自己的祝福语说出来 那样的话就 就是吉利的那种象征吧 2020年藏历新年是土淡浸美第一次在外国年 本想好好庆祝一番 结果疫情打破美好愿景 土淡浸美说 看到武汉恢复如常 大家都很开心 盼着过一个热闹喜庆的新年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外地来学习 所以怎么说都会有一些期待 然后去年的话 发生了这样的疫情 但是大家还是种植成城 然后去攻克这样一个难关 然后现在的话好了很多 然后怎么说呢 我们也比之前更加团结 初三年级的扎西朗家 这两天与老师同学一起包了骨秃 参加了班级组织的跳锅装舞等活动 他告诉记者 父母寄来了不少家乡的美食 在学校也有家的味道 就是看到这些牛肉风干和奶料什么之类的话 就是感觉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 特别有那个家里的温暖 武汉西藏中学是湖北省唯一的内地西藏中学 现有初中高中年级学生762名 其中藏族学生约700名 今年响应就地过年号召 该校所有学生全部留校过年 那么为了保证好孩子们的这个 节日期间的安全生活各个方面 我们每天都有一批干部老师在校值班 一方面呢引导孩子们好好的过节 另外一方面呢也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应该说这个武汉西藏中学 作为一个民族教育的学校 多年来体现了老师 既当老师又当爹妈 这样一个民族学校的一个特点 这也是我们的职责